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有詩可以唸 第一個就是詩要不要繼續寫 其實我一定會繼續寫詩 就是我現在在這邊 當然家長不多啦 可是因為很多同學也會當家長 我奉獻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我記得 我記得我的爸爸 我爸爸是一個獸醫 現在台南開動物醫院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 那個鹽水的某一間高中的那個社會組防守這樣 那那個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我在填字院的時候 我跟我爸說 欸爸 我第一字院填中文系好不好 我爸爸穿那個POL衫啊 那個假設這是一支原字筆 他要從那個POL衫把那個原字筆拿出來 我們兩個坐著 坐對面嘛 他的筆就放在桌上 你這個筆 補耶 我就給你填中文系 當然 那是筆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吃下去啊 可是考察了所以上了這樣 對 不會認真想一想 真的 其實我爸說的是對 如果你沒有那個心 你就不要走這條路 這條路是不單的 而且真的很辛苦 那我爸給我那支餅 我到現在吃下去沒有呢 我想 我可能回去會啃皮蓋 不過 可能要啃很久 對 那也要告訴 就是在場的各位 今天你的孩子如果告訴你說 我要做什麼 你不要急著 你不要急著去否定他 對 我說一遍到 我現在寫文章 我承認這本書 就算全部都賣光 我也賺不了多少錢 他不可能 他不要說支持我的學費 吃喝拉沙睡都是問題 可是為什麼我要繼續做 第一個當然是嘉明來支持我 第二個是反正我就去寫 寫就是我一生的志願 寫就是我一生的志願 其他都是我的副業啊 我去7-11 都已經不會餓死吧 了不起我去 了不起 了不起 再慘一點 我去工地吧 我一樣可以寫東西啊 那個東西賺不賺錢 不是他不應該走這條路的唯一想法 而是他對那件事情有沒有那個熱誠 如果說他今天就是隨便的 我親菜 我親菜寫一下文章 我親菜櫃都好啊 那這個打死他 沒有關係啦 可是如果他今天就很誠懇地告訴你 我想要幹什麼 我今天就是想要做光電 我今天就是想要玩魔術 我今天就是想要賣煙草 我今天就是想要賣煙豆 他有他的熱情 你就讓他去試吧 畢竟他不嘗試 他未來也沒有機會 所以吃到會繼續寫 我會繼續寫 然後我會告訴台灣教育體制 他媽你是錯了 然後第一個學位要不要繼續念 其實我念碩士念到現在真的學會好煩 老師對不起 我念碩士念到現在覺得好煩啊 因為很多事情其實不是跟我們想的 跟一開始想的不一樣 對學術界的熱情在大勢下就燃燒太盡了 然後到碩士班之後就開始覺得 噢 天啊 就是徐治平老師說的嘛 那個 是黃景珠老師說的 是徐治平老師引出他的學姐 黃景珠老師說的話 論文就是一堆垃圾 寫得不好的論文是有毒的垃圾 所以不要沒事去寫那種東西出來傷害別人 可是 我也在想 如果今天我能夠念到一個程度 當我開始講話有人聽的時候 而不是青菜被人家抓去當地把揮的時候 我講話有人聽的時候 那自然他會有他的效果 那這樣的青春投資值不值得呢? 如果我現在去賣車 那應該靠我這張嘴巴應該餓不死啦 可是我會不會想要再回來念 也不知道 那我這些牢騷就跟一個 不是現代我們那時候寫書的小說家 就跟以前的那種 市井巷偉那種小說家 沒有什麼不一樣啊 大放厥齒誰領養 他沒有用 所以說我覺得學衛 再老師沒有放棄我資料 還是會繼續練 好 然後第三個就是輸到或輸下一本 應該是會輸下一本啦 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聽過 我上一次去台南的一個草記 不知道大家知道草記二所書店 我去看到一位老師他就是 他已經出了好幾本的書了 五、六本的吧 我一本都沒聽過 那就算了 他出的那個詩集是 他出的那個詩集就是 假設這是他的詩集 他的外面是一個透明的那個 透明的塑膠盒 然後他裡面的詩集有一點像那種 怎麼說翻頁的日曆 你知道嗎 他就完全不像是書 他像是一個工藝品 那裡面的詩寫得怎麼樣 還好啊 沒有很糟啊 可是就還好 也 我覺得那個 可能是因為他的整個包裝 把他的內容還帶過去了 所以說我覺得要不要出書 等到我更有料的時候我一定會再出書 可是至於什麼時候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 敢不敢再付出真心 那個再次措施大家發現 好 敢不敢再付出真心 其實我一直在付出真心 可是有些時候就是會很討厭就是 是應該大家都有經驗吧 我投入了這麼多事情 做了那麼多事情 然後最後面可能就是像女孩子嘛 就是舉個例子 為什麼男女很喜歡買車呢 因為你投自己來車十萬 基本上他就會回饋你 只要你沒有裝錯 基本上他會回饋你十萬塊的價值 你給一個女孩子十萬 搞不好他明天就跟人家跑了 這個是 你敢不敢再付出真心 當然不是十萬塊就是真心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你願不願意再去付出這些東西 當你已經經歷過N次傷害之後 你還願不願意再付出這些東西 無論是在寫作上 在生活上 在任何的商品 你願不願意付出 我覺得 我覺得前一陣子 這要講到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我陷入一個 虛無主義的一個框架裡面 就不知道為什麼哲學走到這邊 好像都會走到這一塊就是 凡世界中有一天要毀滅嗎 喔 什麼人生幹嘛呢 我想得透欸 反正要死啊 活動久幹嘛呢 還很麻煩耶 雖然說我們發現可以掌握的就是現實 對 我沒有信任何宗教先說清楚 沒有信任何宗教 我們發現可以掌握就是活著的自己 可是之後呢 沒有人知道啊 那我還要不要這麼認真地活著 我跟一個 我跟一個就是現在出去 我同學那個時候曾經跟我差不多考上警專 現在舒舒服 翹二郎腿坐在那個 坐在消防隊裡面當內勤 他也不用去打火 一個月四萬塊 我說 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他們在翹二郎腿一天見面兩空電話 我為什麼不學人家 當然 當然 當然有些人會這麼說 就是 麻雀菸之鴻狐之治 我就是大鳥 我會飛遠一點 問題也是大鳥 大鳥還是鳥啊 你終於又是一個人啊 我覺得 問題一點敢不敢 好 這是我對人死的 不是啊 就是應該說 這個真心是必須被付出的 如果沒有付出真心 你沒有認真去活它 你怎麼知道你會活得怎麼樣 對啊 像我如果沒有認真活 我也沒有想過我會出事情 我媽說 我長這個樣子 就是破壞私人 玉書連風的心這樣 真對不起 不要點頭啦 對啊 就是 對 好 還有嗎 OK 那這就是 這一次的演講 我講到這邊 就是 這是台南縣 七谷的 七谷鄉的一個 那個 黑麵皮股的一個招牌 他這邊還說 芝州島啊 香港迷腹 然後日本福岡 為什麼要拍這張照片呢 就OK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都像黑麵皮股一樣 下面有N的方向 其實你應該 你應該回去 改天 反正台南不遠嘛 改天有機會去那個地方看一看 你要站在那個招牌下面 把自己當成是黑麵皮股 然後問你自己 你要去哪裡 不是五月天的告別人上的樣子 你要問自己 你要去哪裡 不是一定要去 不是你要去招牌上的地方 方向到底哪裡 對 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 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 在大概可能是老師年輕的時候 那個方向可能只有兩個 可能就是 紀州島跟那個名字 然後到了那個 到了經濟起飛的時候 可能多第三條或第四條 到我們現在其實已經不是這麼多條了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 被前輩們後 後攝結構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生活原本 假設原本是一張照片 像上面那個長長的照片 我們還看得出一個原貌 可是今天 譬如說假設紅雅書房 好啦 這樣大家都看得到啦 假設紅雅書房 今天原本叫紅雅書房 結果有人不喜歡紅雅書房 我就他媽不喜歡就四個字 我決定了 我要把它全部拆掉 然後就把它拆掉 那個一個點一個點 全部拔掉拔掉之後 什麼書房啊 就是那個 那個一個線一個線全部拔掉之後 我們現在就 就變成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這個時代是 我們這個時代好聽就是 沒有誰可以說得算 可是 我們也在 我們拼不出我們自己的樣貌 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自己是什麼東西 前輩老師問我們 我們是什麼東西 我怎麼知道 所有的都被你們解構完啊 你還會怎麼樣 你去中心之後 你沒有尊重多餘的中心就算了 你還不容許這個小中心 起來就把他打掉 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 所以說 在這麼多個 所謂的全方位 就是一個沒方位的時代下 你要去哪裡 我覺得這是我們都必須 我們很心自問的事情 對不對 然後下一張其實就是終了 那 對 紅雅跟豆典 還有我都愛你們 那 國興大哥 聰明是你的 所以說 那個麻煩你菜幫我添汁 哈哈哈哈 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